我一般以前也沒怎麼踢過球 大概二十年前 剛來明州的時候我們有幾個同事 說我們一塊去踢踢球 所以我們跟他踢了個兩年 後來體力也不行 每次碰到我原來同事 他都說我還有三個孩子 我還在踢 結果怎麼不踢 我說不行了不行了 這一輩子估計 後來大概兩年多前碰到朱慶 然後他說我們這有個隊們來踢 也是朱慶的錯 所以剛開始跑 朱慶也知道 跑臉部就動不了 然後每次一回家 我看怎麼樣呢 就這樣跑了 我的highlight是 Clear以後再start 然後中國有個體育院的一個老師 我不記得有一次在外面踢 跟我們一塊踢 王教授 對跟我們踢 踢完以後回頭說 你們這幫人老頭不錯 我們體育院那邊老實的都跑不了這麼遠 對我記得那句話 跑了一個小時 他跟我叫老頭 他老婆是全國冠軍的 他老婆是太極的 太極全國冠軍 所以那次終於有一次回家老婆說 今天怎麼樣呢 我們這幫今天有個體育 北京那個中國體育院的 誇我們了 連他們那個同事都跑過我們 那這個事情是怪我沒有提前通知 實際上你是已經透支了那個問答時間 那趕快問答現在趕快 他肯定會有通知 通知嗎 通知啊 對啊 你事實了 你讀直了 所以現在要重新來一分鐘 好一分鐘問答時間 現在準備啊 準備 好 一分鐘問答 準備 開始 有什麼問答 段風怎麼問 段風 覺得你在最近這個大半年吧 踢球最大的進步是什麼 最大時候就體力 就是因為每周最大第一次體力游出 也游出增加 回聲還是好 我覺得他能夠把他解除危險 我記得 他很果斷 一年兩年前他剛來的時候 有時候的話多帶了兩腳 他多了 基本上沒有機會 我來一件事情 我來一件事情 好 問題 除了我以外 你認為我們這些人裡頭 最厲害的是誰 這個問題很容易得罪人 哈哈哈哈 我說的 除了我以外 除了你以外是吧 沒有了 哈哈 這不公平 你覺得最出色的球員 除了你以外 是出骰的 我跟他清楚 除了他外 沒有了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呢 這個問題成了懸案啊 是吧 沒有他的懸案 太可惜了 一定回答 一定回答 現在呢 這是我最尊重的人 是最佩服的龍爺 是吧 叫他龍爺是開玩笑 因為我在北京的時候 二十歲以上都可以叫爺 是吧 因為是表示一種尊重啊 都可以叫你們是那個非爺 是吧 是這個蜂爺 還有郡爺都可以 他想叫兇來著 就是沒敢說出口 是 那要想兇的話 那話有人會罵我是吧 對 不說了這個話就是 只能意會也不能言喘 是吧 那好現在是龍爺時間 準備 一二三開始 要是這個最輝荒的時候 我現在最不輝荒的時候 最不輝荒的時候 最不輝荒的時候 最不輝荒的時候就是 我一守門啊 我們這個隊去撕了 哈哈哈哈 這輸給你們了 上一次對吧 你看明晓對吧 我在守門明晓一個球進去 我一守門我們隊去撕了 這是最不輝荒的 最不輝荒的 你不守門 要是沒有人就撕門了 但是 有一次還是我覺得還是比較輝荒 還是就是和這個Rose Day那幫人去球 那個球裡那個 那個那個 換位是吧 我也不知道是哪個中鋒後 後衛傳了個球 傳了我在 我橫在前面那邊 我在對前面 沒人到 其實很遠 對吧 我就直接切了一腳 那個球進了球門以後 沒人知道能進去 看不見對吧 最後那個大門進去 把球從那個撿球的時候 打的時候 我這個球進去了 哈哈哈哈 我今天那個球 對 在那個進區外 再邊線一點遠射 打到那個腳上 哦 那是 好 現在是問答時間 好 問答時間 他是打在那個上 橫梁底下進去的 對 很快 我有一個問題問龍爺 龍爺 你現在就是那個 跑的還這麼快的話 我非常希望能在你的年齡的時候 也能跑這麼快 這個秘訣是什麼 秘訣就是沒事的跑 不能缺席 是吧 周球第一 對吧 周球第一號 對 你沒球的時候也要跑位 我覺得很重要 你看 我們都彈足球 就不僅是我們氣的 你想你想想 你還回去跟你老婆彈足球 你回去和你老婆彈足球 其實我也一樣 也是會因為今天進行不進球 哈哈哈哈 跟老婆很心實啊 大家都一樣 對吧 下次要把太太請過來 對啊 做觀眾做啦啦隊 我認為是我們就是part of one life 太太請男 就是我們這些人 老公親完親回家都談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般都是張官李戴吧 別人記得球都是 哈哈哈哈 記不起組人家 老婆一踢 因為招姓啊 要鼓勵下次再去踢嘛 哈哈哈哈 結果各個都是球星 沒錯沒錯 現在看來的話 開會去 要幫老婆參加 以後我們不但要 進行會 老婆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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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在組成一個太太團 是吧 他們也開個會 好那現在是有請我們這個龍飛啊 他是我們這個組織者 最重要的一個組織者之一 非常感謝我們給龍飛一個非常大大的鼓掌 是不是 謝謝龍飛 是啊 組織隊 好那現在是龍飛時間啊 一二三開始 我剛才打拼棒一次 在來美國才學的 足球其實我是不會踢的 在國內是折大 讀書的時候那幫人 其實很有耐心把我交出來一點點了 其實我一直是打前鋒 因為是不會 你不會控制人 只能打前鋒亂� 但後來在我們這裡 開始打後衛了 因為可能也跑不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好像也是慢慢在學習了 我自己覺得唯一可以說的 可能是技術不行 但速度還行 所以我覺得最初的是 我們剛開始 楊斌跟那個 Bruce 他說怎麼一 我那時候穿一些紅的衣服 他說突然你在這裡 一到紅光之後 都沒有出去了 那個時候 我感覺自己 才意識到我速度是有點快 那有時候也會容易受傷 所以這個線 對我的提醒是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 要有時候 因为现在已经岁数 刚才谁说你已经过五十了 我说我跟李龙是两个为一 过五十了 过五十要小心一点了 其他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大家能够很配合 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 我们这个球队开始 就是有各种程度嘛 所以这些球技好的人能够多包含 好 现在是问答时间啊 龙非问答 那组织这次球队的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开始像他那时在我们家已经谈过 最初就是我们教会有个福音帮嘛 当时我带的那个福音帮 朱敬一直在那里面 像荆益早就跟我讲 你为什么不我们在西区弄一个 我说西区像李波 不如是杨平都是我们教会的 那个当然他也是 都是我们几个 但是呢我不晓得有哪几个人会踢球 直到那个三年前那时候 荆益再提出来了 后来我看到李波 不是都已经来 那我们去试试看吧 所以开始出来的时候 其实好多人还一点不会踢的 我说我们就是球安旺 所以这一次我自己觉得很appreciate 能够球技高的要稍微浪在地 因为那些人开始能够过来 大家踢 其实为了断裂断裂身体 我非常赞成这一点 你们让我进个球不行吗 是不是 你让着我点不行吗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当时你没想到把Eden Player给兼并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是无意中的事情 不故意的 我们开始比赛的时候两边都还有 两边都在进 但因为朱敬正好是我们福音帮的 也是他 我原来其实他 他与我无关 最后的当时是这个 实际上一个是朱敬新 对一个朱敬新 现在到了 好的 都没对我 我们这些人都跑远路 都要跑到这边来 大家注意 我发现龙飞跑得速度这么快 而且是过了50人 李龙也是跑速度这么快 也是过了50人 是不是他把名字都改了以后 等大家都带个龙字 我改叫王远龙 是月明龙是不是 是断风龙 是吧 这样的话都能跑得更快 没错 没错 那行 那今天的话 我们正式时间就到此结束 我觉得非常开心 大家玩的讲得也很好 是吧 各有闪光点 现在的话 我可以是请大家 如果继续讨论的话 欢迎继续讨论 有乒乓球 上面还有酒 还有菜 还有乐队 我们可以 还有20分钟的话 我们准时出发 所以大家要有时间观点 但是我还有20分钟 8点40 90分钟的话 我们往外走 好 大家一起来鼓掌 来 大家进去 好样的 好演 我们